日前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一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万物互联的大背景下 互联网安全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需要互联网企业参与应对 我们提出了一整套包括车联网安全大导的概念 就不仅仅是说去考虑车是车上的这种防护 还要考虑说如何通过比如说模拟红蓝对抗的方式 能够找到整个车厂一系列漏洞 这次我们发现了奔驰公司大概19个漏洞 而且这个漏洞对很多如果不及时修复 这样直接会影响汽车乘客 或者汽车驾驶的这种严重的危险和伤害 周鸿一坦言 如果没有网络安全的保驾护航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便形同裸奔 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当务之急 是收集分析安全大数据 及时发现并阻断网络攻击 没有网络安全的这种体系的保护 那我们任何的数字化发展就像裸奔一样 就你跑得越快将来只不过是风险越高 网络安全大脑利用网络安全大数据 加上这种网络安全攻击的知识库的智能分析的 这样一个全视角能够感知到网络攻击的系统 我们尽最大的可能去侦测对我们网络的网络攻击 然后发现网络攻击只能及时的阻断 及时的 及时的这种溯源 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今天所有数字化的这种成果 被大家能够很好的享受 谈及热门话题新基建 周鸿一表示 新基建主要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 同样面临互联网安全风险 因此他在2020年两会提交的提案中建议 在发展新基建的过程中 要健全相应的互联网安全体系 新基建我觉得是最大的两个场景 一个是工业互联网 一个是智慧城市 最终都是希望给消费者 给老百姓来创造价值 但是我们要看到所有的新基建的使用 都是一个双刃键 只要是软件 只要是人写的 就一定会有漏洞 那么有漏洞就可能会被人利用 应该在建设各种新基建的数字化系统的同时 就应该考虑如何把安全 这个整个的体系同步的建立 使得新基建每往前走一步 安全上都是有保障的 我们也呼吁在新基建领域 在5G领域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上 都可以来建立 这个相应的网络安全大脑的一套体系 那么通过一套大数据为核心的一套分析系统 使得我们很多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 能够整体的提升 而不是说依赖于一两个软件技术产品 这种碎片化的来保护 这种碎片化的最终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